我们现在这个课的主题是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发现 我们直接跳到这个第三单元来看啊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和艺术领域 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 据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来研讨 说在宋以前中国曾经一度占有世界发明总量的70%以上 中国的各种发明创造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加在一块还要翻一倍以上 就这么牛 那我们分门别类的来看看 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主要提什么 就四大发明吧 我默认所有人都知道四大发明是什么 你要不知道别混了就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对吧 这四大发明标志着中国是世界级的文明古国 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 我们现在就从四大发明这简单来看一看 造纸术作为常识应该了解到造纸术不是蔡伦发明是吧 应该是蔡伦改进 在他之前就有纸 西汉初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这个地方就有纸的存在 现在考古发现已经有了 那是一个残存的纸片上面圈圈点点的画着一幅地图 在纸上画地图这是我们理解的纸的作用吧 其实纸这种性质的东西在春秋战国就有 先秦时期曾经有一个考古发掘 就先秦的一摞纸 那东西是纸纤维的 但是呢 它的作用是垫在灯台底下 吸那个灯油的 换言它不是我们理解的 就我们理解擦桌子纸 擦桌子布它不是传承文明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的标准看西汉的这个纸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 那么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造纸术真正创立的时间可能还会往前提 这个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纸初创以后并没有流行开 真正推行开是在蔡伦这个时候 公元105年 东汉的宦官蔡伦 这宦官也有好人啊 前有蔡伦 后有郑和 是吧 反正偶尔也出个好人什么的 司马迁算不算 司马迁不算宦官 准宦官是吧 蔡伦这个蔡猴纸 用什么麻布头啊 这个鱼网啊 这种最廉价的原料 他造出来的这个纸啊 学名应该叫做这种植物纤维纸 工艺也比较简单 出来的这个纸呢 质量还很好 所以他迅速取代了 竹简木简还有丝绸 成为中国人书写的主要材料 我说这迅速当然是真正流行开也需要一些年头啊 中国人普遍使用纸 是在魏晋时期了 那也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推广 那是从东汉中期到末期 纸就开始流行了 有一门艺术是跟纸 密切相关的 有什么艺术非得搁在纸上啊 书法还是绘画 绘画我可以画在墙上叫壁画 我可以画在丝绸上 丝布上 对吧 纸主要是用在书法上 书法在古代的时候 上古的事情 我们知道有甲骨文 有金文 对吧 有这个刻在碑上的那种文字 写在竹木简上和丝绸上 这些都不能叫做中国书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的开端 就在东汉 被书法学界公认的第一位书法大师 叫蔡雍 听过这名字吗 蔡雍 没有 蔡雍的闺女比她有名 叫蔡文基 不愧人蔡文基也没听说过吧 胡家十八破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女诗人 女诗人 这曹雍把他赎回来 曹雍跟蔡文基有一个精神上有密切的沟通 那这蔡雍是蔡文基的父亲 东汉末期最著名的大学者 也是被公认的第一大书法家 东汉灭亡的就是曹魏是吧 三国呀 三国里面的曹魏最早 曹魏有一位大书法家叫中庸 我们后边讲书法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到 从这儿就是东汉末年三国两进南北朝 书法就越来越多 跟纸的传播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都能用纸 我们在用纸的时候得想想这个发明创造人 西汉时期那个纸的创造人不知道 东汉这位蔡伦是应该青史留名的 纸的创制直接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它还能推动什么的发展 文化传播 这比艺术的发展要重要的多 对不对 有了纸我们就可以有比较方便的书写材料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华文化得以有系统的传承下来 蔡伦的这个功劳不小 传到世界上去 当然对世界文明的传播也就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叫印刷术 印刷又分两种 一种是隋唐时期出现的刁板印刷术 另外一种是北宋不一必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这两种印刷术都有的可说 印刷如果是刁板 我把一块板上反着把这字刻上是吧 把一部书的文字反着刻到板上 刷上墨 就可以一张一张印了吧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 在没有刁板印刷的时候 我怎么把这书传出去 手抄本对吧 我写过一本特别好的书 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抄啊 跟人家抄 抄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问题 会有恶物吧 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对不对 我这原本在 现在好办 我将来要死了 或者你们都死了 后世子孙一千年之后 拿出来几种不同的十字语录 发现 诶 哪一个是真的 这问题就来了吧 所以抄书可以传播文化 但是不靠谱 印出来的呢 基本上比那强吧 还有一个抄的太慢的 印的多快啊 虽然刻板挺慢 但是哗哗哗这一印 一下出个一千本 这挺爽的事 印刷术的诞生 直接推动了文化的扩大 文化不再是小众的东西 它开始为大众接触到文化 提供了可能性 文化教育的普及 那是我们迄今为止还在追求的一个梦想吧 所以你会发现 有书读是一种很高兴的事 刁板印刷 优势这么大 有没有缺点呢 我刻错一刀 这板就废了吧 我当然要能忍也行 我刻错个一两刀 我得重新刻全块板 对不对 怎么能把这个板 给改革一下 就是活字 对不对 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是刻单字 形式都一样的 它用那种泥活字 用胶泥来刻这个活字 烧完了以后就成了淘气吧 实际上就是淘活字 把这个字在用的时候来拼板 拿一个板 给它一个字一个字拼进去 里边割的实际上是那种 松香啊 那种软的东西 烧化了以后 把那字嵌进去 上面拿铁板压平了 放在一边晾着 松香蜡这些东西 一凉了就把这个字给固定住了吧 我这就是一块雕板吧 印完了以后 拿火一烧 松香一化 把这字一剥了 这板就废了 重新再排 重复使用效率提高吧 那它比雕板 是不是有明显的优势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 如果活字印刷 比雕板印刷的优势 如此之明显 那么雕板印刷一定会被取代 这合理吗 两个都能印输 一个方法特别好 一个方法很不好 谁还要去用那个很不好的方法 我肯定用那个比较好的方法 对吧 可是事实证明 雕板并没有被取代 明显时期 雕板还非常普遍 这里边 这里边就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活字印刷是否能够全面的取代雕板 如果答案是是的话 雕板早已不存了 我们可以倒着推 答案肯定是否 那你是否能再想想 活字印刷有什么不好啊 我把这一板拼出来了吧 印出了一板 十字语录 然后我把板拆了 是吧 我印了五百本 进化这卖 卖完了 又有一千人来 我们还要 印的少了 不够 怎么办 重新加印对吧 板呢 拆了 重新二板对吧 你在第二次排版的时候 可能不可能跟第一板之间有区别 可能吧 这跟超书是一个道理吧 第二本跟第一本就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活字印刷具有小块灵活的这种优势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对于某些特殊的这种文本 可能它这活 它这个小就不是优点 比如说我们要印课本 我们要印四十五经 你能让孔子今天说一样 明天说另外一样吗 如果印论语的话 是刁板好 还是活字好 还是刁板好 笨是笨屌 但是保证一样 对不对 把这个要想清楚 我们就知道 活字比刁板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刁板有不可被替代的理由 好 把这个弄清楚了 两种印刷术并存 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有人提出疑义来了 韩国人提出来说刁板是我们的 中国跟韩国学的 有同学就立刻就撇嘴 不要脸 臭不要脸 你光说这情感很冲动的话 没用 你得看出 它的漏洞在哪吧 人家韩国人 有人是讲道理的 他问 你们中国人说 自己有刁板印刷术 是吧 我问你 你现存的刁板印刷品在哪 你假设我就是韩国人 你们要跟我打架的话 你得有点学问才能打吧 各位配不配跟我这个韩国人打架 我就问你们 你说刁板印刷术是你的 请拿出证据来 各位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刁板 哪的刁板 板呢 韩国有 你这个问题 你有吗 大家都承认 刁板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 你要想挑战这个结论 你得出示强有力的证据是吧 韩国人说我有 公元702年的时候 我有一个叫做陀罗尼经卷子 这个陀罗尼经卷子是一部佛经 它在韩国的一座寺庙的一个古塔地下室里 地宫里边被发掘出土了 而且我还替你们回答 中国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刁板印刷术是公元800多年的金刚经卷子 我是702年的 你是800多年的 而且你那经卷还不在中国 现在在大英博物馆 是敦煌那出土的 但我承认那是你们中国的 可是我比你早100多年 我比你早100多年 那刁板印刷术是你发明的 你怎么跟我打架 你不能现在就投降了是吧 中国改三大发明了就 不能这么说呀 中国的专家跑到韩国去看 看这个702年的陀罗尼金卷是真的 真的是702 因为那个塔是705年建的 封死的 文字全是中国字 你们可以 全是中国字 我韩国人告诉你 韩国那会儿没有韩国字 我们也用中国字 用中国字不一定是中国货 新加坡的报纸也有中国字的 京南大的报纸也有中国字的 都是你们中国的 我们韩国当年就用中国字 你怎么说 咱们就拿学术来说 那个金卷上 被中国的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发现问题了 全是中国字不说 考证 这塔中国人修的 那庙中国人盖的 地宫中国人挖的 东西中国人埋的 而且那个金卷里边有几个字 特别逗 是武则天时造的字 武则天 大家知道 前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位女皇帝 是吧 他有的时候造点字 比如他那名字武赵 明月当空啊 日月当空啊 对吧 那就是他造的字 他造了好些字呢 后来他死了以后 这些字都被废了 这些字只在特定时间 特定区域内使用过 所以你这份金卷是中国带过去的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硬的证据 而且我们还有文献记载 在隋朝 隋文帝曾经下令雕刻全部的佛教大藏经 只不过经版和印出来的东西全没了 但是我们的史书有记载 中国的历史记载这样的事情信誉还是不错的 我们既有相应的历史记载 又有这样的推理 所以韩国的这种对刁板印刷术的发明权的主张是不能被接受的 各位得念念书啊 要不然将来要出事里 有不少人琢磨你们东西的好东西呢 你要想不让他拿走 你得学好历史 印刷术士 钓鱼岛是不是 那个你必须得学历史 不学历史 将来成为卖国贼的几率是很大的 不说他了 有人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提出质疑 这回不是韩国人 欧洲人 欧洲人说我们发明的 荷兰人一举手我们发明的 德国人说不对 我们发明的 荷兰人那个没有太多的证据 就比较胡扯 德国人那可有现实的证据 德国的西南部有一个小城市叫美因兹 叫Mains 在美因河边上 一个小城 那个里面有一座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 叫古腾堡大学 古腾堡这个人就是 十四世纪时期 德国的一位印刷工匠 他确凿的证据表明 他发明了金属活字 他用金属活字印的一部圣经 叫古腾堡圣经 这部圣经是西方流传的第一部印刷品的圣经 无论从记车 从实物都有 非常着实 活字印刷 德国人说 我们发明的 听出我刚才表达里边的问题来了吗 你要听不出来 这事又麻烦了 我说什么时候古腾堡 发明了金属活字 十四世纪 毕生是 十一世纪的 毕生是 十一世纪 辣了一点 十一世纪中 一世纪称 汉朝人了 毕生是北宋的 十一世纪的 比他早三百年吧 好 好好你们的逻辑词子呀 毕生是十一世纪 发明陶活字 古腾堡是十四世纪 发明金属活字 所以毕生 启发了 古腾堡 对吗 毕生启发了古腾堡 或者说古腾堡 发明金属活字的时候 是借鉴了中国的 传到欧洲去的 印刷书 我再补充一个条件 中国的印刷书 确实是在宋元时期 传到欧洲的 能不能说古腾堡的 发明是受到毕生 或者中国的影响 而产生的 在学术里边 如果你想主张一个 我们叫他一个idea you have to use a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idea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 strong的 evidence 证明古腾堡是偷偷看了 毕生的那东西 好 我能一金属的 有没有 所以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德国人在三百年后 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书 欧洲人可能因此认为 是我们发明的 不过这就不用争了 我们在时间上明显比他早吧 对不对 我们记载活字印刷书的这部书就叫 孟希比谈 孟希比谈是谁写的呀 沈阔 北宋人吧 毕宋同时代 跟着毕生同时代的人 对不对 那么沈阔在这部书里已经写了 刚才我说那活字印刷怎么用了 那么这个技术肯定是发明出来了吧 不然他写不出来 对不对 即便那个泥活字我们已经找不到了 印出来的书我们也找不到了 只要有这个记载 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技术是中国人已经发明过的吧 对吗 所以这个我们仍然可以坚定的说 活字印刷起自于中国 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属活字的发明权交给古登堡 另外还比如像中国西夏的时候还有木活字 朝鲜那边也有木活字 就韩国那边有木活字 这些都可以作为活字印刷术的一些发展或者分支 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 你不能说中国的这个活字印刷就直接启蒙了德国人 没有这个证据 目前没有 好 知道这就行了 火药 火药知道怎么弄出来的吗 炼丹炼出来的 中国的这个炼丹家 尤其是道士们炼丹啊 那是原始化学的祖师爷 中国人讲究炼丹 道家学派讲究炼内丹和外丹 这内丹是什么 就是气功 那听说我中国的气功吗 神呐 盘腿打坐 想象肚脐下三寸 有一个地方叫丹田 你听那名丹田 这个土地里 这田里种什么的 种内丹的 你在丹田这想 用手捂着这 你会感觉到很热 废话 你捂着能不热吗 你哥爷烙去更热 还烫呢 你得想着 一团热气 在这转转转转 围着你丹田转 转转越转越快 在你的人独二脉当中循环 最后在你四肢百害 哇 很爽啊 将这个气运到掌上 拿一摞砖头 卡 手就碎了 要是那砖头是真的的话 气功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能帮助你修身养性 能帮助你强身健体 但是你千万别信金庸写的那 咔着一掌下去 防倒乌塌的 那是老妖呢 硬气功都是魔术 你甭信呢 拿一大枪扎坊子尖 那都是做好了的 吞剑 吃铁球 竟然有自虐的方式 咱那种表演 我看我都饿 吞完球你再吐出来 你给谁看的 我不爱看的 但是气功可能会调节你的身体状况 但是你指望说练这玩意就能飞仙 就能最后就能当神仙 我觉得你也离安定于远就不远了 大概古人这道士也觉得练这玩意不推靠谱 他就想那还得来点外担 内担是气功 外担真是担药 拿什么练呢 各种矿物质 拿火练 烧成金丹 你看那大闹天宫里头 那太上老君 不是拿葫芦装那金丹吗 最后让猴都当糖豆给吃了 嘎嘣嘎嘣的 那金丹是道士最想练的东西 他真拿矿物质练 可你知道矿物质练完那丹那能吃吗 那里边有太多的毒素了 对吧 身呢 身就是皮霜啊 拱啊 还有龙磅啊 这玩意吃的你没有不死的 真真飞仙 嘎就飞了 那玩意飞的飞非常利落 这个 有多少古代的这种道士 还有这种君王信这玩意吃金丹吃死的 你回去查查 最著名唐代宗就是吃死的 嘉靖 嘉靖是不是吃死的不知道 明朝有吃死的 就这种东西 你自己相信那玩意能吃吗 而且它不好吃啊 死不死 咱说它吃完它咽着 它难受 那味也不是味 谁没事 甜水银碗里边 没事拿一根体温计 嘎嘎嘎嚼嚼嚼吃了 我的天 我想着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的 哎 道士们想出了一种方法 我这不好吃 我给它裹成蜜啊 中药也不好吃是吧 苦药面怎么办 我弄成蜜丸 我拿蜂蜜给它裹在一块 这玩意就能凑合吃了 对不对 相当于包一个糖衣嘛 这道理还挺先进的 但是他们是这样 包完了以后再烧 蜜经火一燃烧 就是碳 蜜石碳水化合物 一烧就出了碳 当一定量的碳 硫磺和销石混在一起的时候 炉子就飞了 房就着了 这玩意好玩的呀 最初的道士们 蹭着炉子起来的时候 烧手烧脸 胡子都着了 袍子也着了 他等救完火 他在书上写下 这三样东西不能往一块割 割完就我这模样了 后人一想 你说这东西烧我是不行 我烧别人是不行 火药诞生了 四大发明 竟是这么诡异的诞生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 唐末就有用于军事的 最早的火药武器是火箭 不是发射卫星那个 火箭就是 你们春节的时候 放没放一种花 叫村天猴 不便宜 不好玩 拿一小棍 点一点 就上去了 是吧 村天猴是什么 就是火箭 你把那村天猴稍微改装一下 后头装一羽毛 前面装一箭尖 你点着了以后 拿弓把他射出去 那箭巴多到你的帐篷上 火药一着 放火用的 这就是火箭 烧敌人的帐篷 烧敌人的粮草 这玩意最管用 宋朝人就开始用那种火冲 宋元世纪 用火冲 还有一种东西 南宋的叫突火枪 这突火枪是一个竹管 一个竹子的管 然后在这管的后边 竹子嘛 不是给后不是可以封死吗 然后在那管后边 扎成一个眼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这这搁一半 这搁一眼 搁成药鸟 把火药填进去填满 砸磁磁了 这插一药鸟 这搁成什么呢 就搁成铁沙子 叫紫磕 叫紫磕呀 用的时候 一点这 下来 火药一被引燃 就会爆燃 对吧 这一爆燃 这地方是密闭的一个空间 当火药爆燃 产生极大的热量的时候 空气会膨胀 对不对 它将把这些紫磕 沿着这唯一的出口 给你轰出去 这是不是就是枪啊 瞄准你 煞尘帽似的出去了 打你一件大麻子 这种枪叫潜塘枪 就是潜塘装弹 潜塘装药 从这枪口里往里倒火药 倒搁子弹那种枪 用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用到一战当中 是不是这样 我已经不确认 但是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 还是用这种 也就十九世纪中叶 第一次工业革命都结束了 大家打仗的时候还这么倒腰呢 这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这恨的 中国怎么没拿这玩意 征服全世界去 当然这是霸权主义思维 我们不能有 为什么不能有 这咱们就不太好说了 这事 但这个枪很先进吧 它的原理差不多用了一千年 原理差不多一千年 很了不起的东西 谢谢大家